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今天接着吹上回的女P 今天吹女P的嘉宾是老杨 老杨过来找我 他说小胖哥 我看你在做公众号 写文章自媒体这一块 做了蛮长时间了吧 我说是的 我说在公众号发文章 每天写一写 他说最近我看到很多大佬 都在搜公众号IP的谐言 看着说价格都还蛮高的 而且承诺的都还不错 看似挺好的 我看你这一块也在做 所以说想跟你请教请教 我说是的 市场上 最近是有很多大佬 在搜公众号IP 就是教你怎么样做自媒体IP的 这一些大佬 而且收费看着都还 算蛮高的几千 好几千 但是主要里面门道也还是挺多的 如果说你自己能摸手 时间是要花费更长一点 那如果是你自己 没有那个时间去摸手的话 你可以找这些大佬去学习 也是不错的 他说那小胖哥 你能简单跟我聊一聊 就是做公众号IP这一块的吗 我说做公众号IP呢 如果说做成功的话 确实是非常赚钱 但是你要能日复一日的坚持 像我做公众号这一块 我一直就是断断细细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做这个公众号了 1716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注册有个人公众号 那时候就是偶尔在发 偶尔在那个 并不是很系统 他说那小胖哥你有系统学习过吗 我说有的 我说之前呢 是有大概就是有 也有跟行内的一些大佬 有学习过 我之前的文章有讲过 多少是学习了一下 他说那小胖哥 你能跟我讲一下就是大概要怎么样 去做一个公众号个人IP吗 我看你现在做的也比较轻车熟路了 应该是有一点点心得了吧 虽然今年短视频很火 虽然说文字很枯燥 但是只要文字还存在 就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所以说如果说能做好公众号 自媒体这一块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你看看像知乎 这一块文章就做得比较成功 他说那小胖哥就是如果说我打算写文章写公众号这一块 是不是要有很强大的一个文字表达能力呢 我说不用的 我说不用有很强大的文字表达能力 你看到了很多公众号的一些大佬 其实都是没有真正上过一些高协力的 高艳校的 你就比方像我一样 我就没有读过很多的书 就直接就开始写了 开始做了 他说那小胖哥你都是怎么写怎么做 我说我基本上是每天录制一个视频 然后把视频转换成一系列的文字 然后再来把这个文字拼稍微修改一下整理一下 取长补短 这样出来就直接就成为一篇文章 他说那我明白了小胖哥 我以为写文章要很难 我说最难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你看到很多大佬都更新了十几年 他们日复一日的更新 其实写不难 如果说你刚开始写不出来 写个几百字也好 我经常看到公众号有人写几百字 几千字也有人写上万字 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他说小胖哥我看到过 有些公众号就像发朋友签一样 写个三五百字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写太长了 也没有人看 我说是的 我说如果说刚开始写不出来 你就少少的写 少少的写 少少的更新 但是一定要保持好心态 因为刚开始你做公众号的话 如果说你想一夜暴富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不可能呢 因为现在的公众号竞争也非常大 你要坚持走下来 才能说慢慢的看到结果 他说明白了 小胖哥 那你能跟我聊一下 就是做公众号这一块 开始有哪一些 还有哪一些便现吗 说公众号的写作 就大概跟你讲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关注同行 这个领域里面不管你做什么领域都有非常多的同行 这个我已经讲了N次了 关注同行 结合同行写出来的才是你自己的 他说小胖哥那我明白了 那我想知道就是公众号一个变现情况 我说虽然现在公众号看的人没那么多 但是变现的话依旧是还不错的 就一个一两万两三万的粉丝一年变现几十万是没什么多大问题的 他说小胖哥都有哪一些变现方式呢 我说就说我写了这个领域吧 公众号就是网站IP之类的 就是讲这些一般就是常用的就是广告费 有一个广告费收入 这个广告费收入呢 就是来自于腾信 你超过500粉丝 你可以点上就是有广告费收入 这个是官方给了一个广告费收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广告费收入呢 就是有一些人平时会到你的公众号上面去投广告 就像我们短视频投广告那样 明白不 他说知道公众号广告我也经常看过 我说公众号广告价格也不错 大概也就是几块钱一个粉丝 看你的阅读量 一般一万的粉丝阅读量就在10% 差不多就一千个阅读量 一个如果说打个比方两至三块钱 接一篇广告也有两三千块 一个月能接几篇这里变现 一个月就能变现一两万 这个就是公众号一个广告费的 一个广告变现 他说那小胖哥广告变现这一块 我大概了解了 我说还有一个就是 色情会员的一个变现 比如说我经常推的就是我有付费的色情 很多人会找我聊会想要进群 那么这个做这一块的色情费用呢 一般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 所以说色情的这一块变现呢 每年也是能变现很多 这个是第二个色情变现 他说好的 那小胖哥色情变现的话 我也了解了 我说还有一种变现就是 通过代血盐做项目 教程之类的变现 这个也是很常见 他说明白小胖哥这个我看到 经常会有人说项目一个几千几千 我说是的 我说项目变现呢 才是最大头 一个月收十个八个血盐 一个血盐收个几千块钱 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变现模式 他说小胖哥还有其他的变现吗 我说其他的变现方法呢 是还有很多 我讲了这三个是主流的三个变现方法 那首先还是你自己一定要能坚持学习 坚持更新 日子久了才能看到结果 短期的话你是看不到结果了 他说明白了小胖哥 我看你也在坚持 我们一起坚持 我说好的 好的 azo